手饼包生巷 脆腥饼 薄腐感情 但热量不高 减重人员 轻食人员 这是最好的 出处咱们哥仨都去过 海石油配三公司 人家自个儿研发这么一饼 因为它有一个叫轻食餐厅 这个轻食餐厅实际就是为了 提供超重的人 提供这些 就吃完了以后就薄腐感情 有点甜料特多 但热量不高 咱就先和面 这是275克水 加点蛋清在里边 加了三克盐 一个蛋清 一个蛋清 那么现在加起来就大约是300克 面是500克一斤 这稍微一揉就差不多了 这两只筷子差不多了 关键就是说你得水面比合适 一封一行 OK 我们下边是什么 因为鸡蛋要吃熟的 虾皮要吃热的 所以还要降温 费事都需要降温的 咱们先做 鸡蛋里边加点盐 这是25克虾皮 小火 把它煸香 行了 就是它了 对 我觉得这搭配的特别好 对 这个口感 这个虾皮头鸽它也是真带的 是吧 对对对 加上黄瓜的清香 没错 然后这个黄瓜 咱们就带着皮切丝就行 这个无所谓 粗细无所谓 但是不能用擦着擦 擦着擦 就水就跑了 先拌油 先用油拌一拌 先把黄瓜封住 先搁油的目的 就是先搁盐 把黄瓜汤杀出来了 水就杀出来了 先搁油 先搁油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很关键 然后现在把虾皮放进去 六克味精 因为这虾皮是提鲜的 所以用味精先跟虾皮 把它调一点 然后这样虾皮走到的鲜味 也跟着就走到了 然后再把这个鸡蛋放进去 用十克鸡粉 差不多 三克盐 差不多了 盐一下 马上就有它样 那咱就在这开始了 好 真正的荷叶饼啊 应该是烫面 咱这不是烫面 是死面 因为就想烙得薄薄的 中间就有点油 这个两个一压 行了啊 咱就擀了啊 这要擀到比较大 这个称热没热 现在的温度 我觉得稍微差一点点也够吧 大约最后两层 两个加起来有两厚三厚米 一点五厚米厚 没问题 火可不消啊 翻转一转 再转一转 对对对对 看起来 看起来要鼓了吗 对 你确看起来它鼓起来 气急就干了 行了 拿起来吧 拿起来一接就开了 看来吧 好 行了 那我就包了啊 好 好 这馅真够大的 然后呢 这边呢 一封 沾上点糊 这边呢 你是为什么要加点这个糊 年度吗 那要 年格度 好嘞 先上这馅 让它得脆了 别着急 别着急翻个 对 只要一脆就OK 这一通通翻个 这可以翻了好像 听到有点干闷的感觉 这感觉出来 就出来就要两面脆就要这劲 行 这也行了 对 好 掐头去尾巴 两边一起 去吧 好看点 对 好 酥香 黄瓜的清香 虾皮的香气 加上鸡蛋的这种蛋香的罗里档 几个香凑成一个叫什么呀 酥香 我觉得这个侯老人真的是为大家奉献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营养膳食 最关键是什么 这两个才是一张 两个多少面呢 按我们说现在不到50克面 如果饭点小的人 就吃这一张饼再来碗小面粥 够了 减重人员 还有生食人员 这是最好的 我们好好做菜 你们好好吃饭 关注老饭骨 吃饭不含糊